诶 那个讯号重新接通了吗 OK哦 好的 那我们再重来一次 还好 首先我想要感谢你 因为你对欢乐的热情 以及对未知的事物充满兴趣 我们才有机会在这里相遇 但这支影片 可能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欢乐 在过去的这些日子里 我们成立了听起来很闹的政党 在记者会上讲一些恶搞的回答 召开荒谬的创党大会 我知道 有些人对这些事情 其实很不以为然 就连支持我们的人 心里恐怕也有很多疑问 但我们想让你知道的是 在台湾这块土地上 大家都有权为了 自己认同的主张而聚在一起 就算是要成立这么不正经的政党 只要你依循法律程序 政府还是会保障我们 最大限度的自由 无论那是所有相爱的人们 都能结婚的自由 又或者是为了表达诉求 而走上街头时 免于受到生命威胁的自由 我们始终相信 政治最重要的意义 就是要守住每一个人的欢乐 如果每个明天 每个选择都需要欢乐 那我们也不可能达到真正的欢乐 所以为了达到真正的欢乐 我们想呼吁大家 从现在开始 跟我们一起去做一些 乍看之下 没有很欢乐的事情 例如在投票日当天 抽出一点时间 为了你在乎的理念 排队投票 或是 当其他人的权利 受到侵害时 鼓起勇气 为他们说话 因为只要花一两个小时的时间 去排队 去投票 你就有可能改变自己的未来 只要用一两句支持的声音 去加油 去打气 你就有可能得到未来 能并肩作战的队友 自由 如果你愿意跟我们站在一起 捍卫这样的想法 请点击资讯栏的连结 让欢乐无法党的聊天机器人 与你展开对话 也别忘了 持续跟身旁的亲友们 保持温柔 保持对话 一起为了欢乐的未来 而努力